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Share Cars & Music 所作音樂的YouTube Channel 來到皇席粉塞新手系列第九課 之前我們一直在說用刷膠 有不同種類的硬刷膠和軟刷膠 但不少新手的朋友學完 你可能都會覺得 我自己刷的時候 好像刷出來不是特別滿意 為什麼網上看到別人 又可以刷得這麼漂亮 這麼有層次的呢 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呢 今天就一起來看看 新手會經常遇到的一些情況 再總括一下五個方法 怎樣可以刷得更漂亮 想知道中間有什麼秘密 就一起看下去了 在開始之前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可以追蹤Instagram 和讚好Facebook page 就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和活動資訊了 我們馬上開始了 好 畫具材料方面就是桌面這裡看到的了 今天主角依然都是硬刷膠和軟刷膠的 我們會看看怎樣可以刷得好一點 畫枝尺寸方面 我也是用小的尺寸去示範 大家有什麼畫枝尺寸都可以照用就可以了 第一步就先剪掉今天需要用的雲朵 如果你有一些現成的型品可以用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就可以自己剪出來或者剪出來 準備好我們就開始了 新手第一個常見的問題就是 覺得刷得不夠白不夠乾淨 我們就對比一下 兩邊其實用力度差不多 刷的力度差不多 但為什麼差這麼遠呢 我們看看有什麼方法 第一個方法先打白底線 平時很多教學影片 我們一開始都說 用粉彩 白色粉彩 先打白色底線 究竟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白色粉彩 其實就當成粉底一樣 令到之後再上的其他彩色 不會直接吃死在畫紙上面 變成之後拆掉就會輕鬆一點 如果不打這層白底 所有彩色的粉彩直接貼在畫紙上 黏住了 待會再拆 就自然難些拆得白正 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經常都會打白底的原因 而剛好我那支白色粉彩 就只剩下這麼少了 順便可以講一講 新素應該就未會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你的粉彩更好新 但是有畫畫的朋友 可能你就會跟我一樣 如果這支白色粉彩快沒怎麼辦呢 原來是有得散裝去買的 通常你會看到一盒 就是同一種顏色來的 那為什麼這裏會有不同的顏色呢 就是出去去配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知道 如何可以這樣配上一些 自己需要補充的顏色的散裝呢 那你可以去follow我們IG 然後inbox我們去問了 那先回到這裏 第一個方法就是要打白底 然後針對擦不乾淨 或者覺得好像擦完不夠白呢 第二個原因是背景色 今天畫一個藍天白雲 那正路也是畫藍色的背景 那我先用粉藍色 上底下顏色 那一邊擦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看 兩副畫的背景色 雖然都是藍色 但是你們有沒有觀察到有什麼不同呢 那一邊擦 大家可以一邊看看 旁邊兩副的成品 那個底色有什麼分別呢 還有我今天特地畫兩副 你看一副就是 新手可能會遇到的一些情況 我們示範一次 這邊我現在畫的這一副 就會是用了一些改善的方法 令到效果出來會更漂亮 那另一張也一樣 都是先上粉藍色 好 第一層的粉藍色就上好了 那應該你會發現 新手通常會畫 就是我想畫淺藍色的天空 就真的只有淺藍色在背景那裡 但是你仔細看 這一幅其實上面是有些顏色變化的 我加了少少深藍色的 那原因就是由一來漸變色 會比較好看 二來都關於白色圖案的事 那你想像一下 因為圖案是白色的嘛 如果我想它比較突出的話 其實背景是需要深一點的 太淺太淺的背景色會令到你那個白色圖案好像看不到的樣子 那所以有時未必是你插得不夠白 而是插白了之後 旁邊的背景色襯托不起它 令到那個插白的位置好像不太明顯 那其實這個粉藍色都已經叫做好 如果你用的底色可能是這個櫻花的淺粉紅 或者這個米黃色 那你可以想像它們的顏色比現在這個粉藍色更加淺色 插白了之後呢 分分鐘的圖案真的不太好看 也不出奇 再呢 那個背景顏色呢 不妨試一下加多一點層次 好 那我們就拿個型版出來擦一下吧 我先擦了這一邊先 擦勻給大家看 正常擦的力量吧 我一擦的時候 這個鏡頭有一點點搖 不好意思 大家多多包一下 但也要給力量擦的了 因為這個沒有打白色底 再不給力量擦就真的看不出了 好 現在用力量擦了之後 你看看好像顏色也能出來了 即是白色的同樣也能看到 但我們又 對比 看一看 我現在同樣都是在淺藍色的位置那邊擦一下 差不多的力度 擦走一些拆膠碎 我想對比之下 是否感覺上右邊這一幅好像比較白一點呢 相對比擦得 再去看看背景的深淺色 在深色的背景那邊擦又會怎樣呢 好 那這塊雲是不是又再突出一點呢 原因就是底下的顏色深一點 所以這裡就是頭兩個我們可以用的方法了 好 那接下來呢 有時候身手還會有些情況 就是看到圖形好像有時候崩崩的 不是太完整 特別是用一些燒字板 擦一些很幼細的位置的時候 那個圖案好像不出樣子 那我們又擦來看看 那你會看到這個圖案好像差一點 雖然我這裡在影片裡面就誇張一點給大家看 再加上雲其實不算很多什麼很小的尖角位 但如果你擦一些十字星啊 那些尖角位擦得不完整 這個圖案其實出不來的 那這個當然也跟它的背景顏色有關 因為背景色已經這麼淺了 而且又擦得不完整 就更加看不到那個圖案了 那我在另外這一邊呢 又試一試了 如果我在深色一點的位置那裡擦呢 就算那個圖案不是完完全全完整 其實都會看得到的 好 像這裡一樣 我擦得隨便一點點 是吧 但其實它的形狀呢 都仍然出出來都看得到的 好 所以第三個解決方案呢 就是 盡量去到 拆貼一點 拆完整一點 如果你覺得大塊的拆膠很難控制的話 之前我們沒有介紹過一些 小一點的拆膠筆的 那它可以更好地幫我們 拆到那個圖案的最邊邊 其實剛才那個圖案裡面 有一些位置是沒有拆完的 對嗎 拆到最邊邊 它就會更加完整 那這個也算是一個 不算太小的圖案 所以我用這個拆膠筆都OK 但之前我們也介紹過 有些拆膠筆是更加幼 那就視乎 你的圖案是否需要用到 這麼幼的拆膠筆 我覺得這個圖形的 幼細的位置 用這個粗一點的拆膠筆 其實都已經OK了 好 那只要用力地 拆到它的圖案邊邊 整個圖案就會更加完整 就解決了我們這個 拆得不漂亮的問題 好 那來到第四個情況 有些新手的朋友 覺得拆得不漂亮 原因是因為 構圖上 它可能會比較死板一點 你看到這邊 全部圖案好像同一個力度拆 然後吸引 吸出來 但這邊是有些層次的 而且圖案有些是密一點 有些是疏一點 這樣就可以 構圖上的感覺會自然一點 那我們看看怎樣做 好 像這裡 剛才這個形板 其實我是用這一邊 都已經拆了三個之後 已經開始有些想吸引的感覺 那我們要嘗試想辦法 改變一下構圖先 其中一種可以做 就是把這個自己手畫的形板 反轉它 反轉了之後 因為它手畫的 左右不對稱 那你就變成好像有點覺得 有一個不同的圖案出來了 然後還可以做的就是 轉一下我們拆的工具 剛才一直在用硬拆膠 對不對 那現在就用一下軟拆膠 那如果你還未認識軟拆膠 或者還未看我們之前的影片介紹的話 那就可以去重溫 用軟拆膠的時候 我們有個方法就可以拆得均勻一點 自然一點 好 現在再加多一塊這個圖案 然後這裡又再加多一點點圖案 加完之後 是不是覺得這些白一點的圖案 好像是在表面多一點的 然後下面 剛才剛剛印的圖案 就好像在後面 軟一點的 那我繼續做完這一幅 假設我們繼續用同一個形板 繼續拆 然後呢 那它就會好像吸引仔 那樣樣 相對就 那個構圖上面 會沒有那麼多東西看 可能 那你應該會看到 兩邊那個層次 立即會很不同的了 好 來到第五個情況 最後一個情況 那這裡其實是示範不到的 因為關於畫紙的質地 有些新手學的朋友 可能你會家裡有畫寶 就拿來用 但是它未必是粉彩畫紙 那可能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畫紙的質地 非常之容易磨損 擦兩擦 它就已經擦爛了 或者起毛 那畫粉彩呢 這個問題也挺順盡的 我們一起來看看 我做足正常的步驟 這個是畫寶的畫紙 我之前試過 就是覺得它的質地 不是很適合畫紙粉彩 那我一樣都是先打個白底線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再上色 其實只是上色那一刻 都已經感覺到 好像 已經有少少磨爛了 那個纖維 了 只是用手擦的第一下 即是還未用拆膠 只是用手輕輕擦那一刻 已經好像擦爛了少少它的纖維了 然後再加一點點 深色 純粹方便大家看 那個示範 好 接著我們就來擦了 好 已經擦到 我剩下 印白一點給大家看 已經擦到它那個紙的表面呢 其實是輕輕一掃它 或者擦它 紙的表面已經起了毛粒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它整個紙 這些不是拆膠碎來的 是整張紙的纖維來的 我在旁邊再試一點點 即假設我是擦過那張畫紙 然後呢 再去到 上色 應該已經會看得出 剛才這一塊已經被我擦過 那些纖維已經爛了 那如果那些纖維爛爛了 其實它是會卡住了粉 所以你會覺得這一塊 零零射射特別深色 好像 你看這邊是會淺一點點的 那這裡呢 放近一點點的頸頭 看看看不看得到 應該已經看到它好像起了 磨粒一樣 那這個時候就是 畫紙的問題 都很影響大家創作的 所以最好就是用一些 粉彩的畫紙去做 那今天要分享的大致是這樣 我們把這兩幅畫 完成它先 那今天要分享的就大致是這樣 不知道剛才說過 擦把會遇到常見的問題 你有試過多少個呢 可以在留言告訴我們 希望剛才分享的那五個tips 可以令大家更輕鬆地 刷到你喜歡想要的效果 如果覺得這段影片有用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和share給你身邊的朋友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 就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 有新的活動消息 都會在facebook 和instagram 跟大家工作 所以記得去like 和follow 我們今天分享到這裡 和諧粉彩新手系列 下次的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一個影片 請給你